说到北京的胡同 大大小小有几千条 在景山公园西门 到北海公园东门之间呢 有一条全长不到三百公尺的街巷 名叫做至山门街 这条街虽然不长 却是大有名气的 明清时代他是皇帝 从北海到景山的专用御道 如今是寻找老北京味的地方 各种点心 干果 杂粮的店铺 应有尽有 而且价格实惠 小摊上卖的东西呢 都是道地的北京小吃 这些美食深受人们的欢迎 冬天到的这种糖巧粒 对对对 一过了四个一 刚过的糖巧粒 刚过的糖巧粒 对 过了五一都没了 一到五一都没了 十月到五月的时间 十月到五月的时间 对对对对 就这个期间 刚出锅的尝尝 二口没一捏就开了 太久没吃了 香妹妹在乎锅 哇 没人出锅了 刚出锅的糖巧粒 好吃好保质 香妹妹在乎锅 刚出锅了 刚出锅了 香喷喷肉不舒服 香喷喷肉不舒服 对对对对 皮也很好剥 两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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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你看 你拿着这拌了 不动 你看了吗 拿着这拌了 轻轻一拿就可以 超出你想象 好吃不一样 肝果灵嘴一吃就上瘾 入秋之后 各式各样的肝果上市 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这叫烤冻干灰酒 冻干的 知道吧 这就是冻干不是用油做的 那怎么做的 烤的 烤的冻干的 冻干 冻干 这是最新的工艺做出来了 它营养成的锁了里边 这个红干 所以它很脆 酥酥脆脆的 吃点心哦 你看点心啊 吃起来跟饼干的口感很像 好脆哦 它尤其这个合着合着配的一块吃 比较更好吃 好脆哦 像我们家这种 往年这种都没有的吧 这是虎皮香蒸 这是什么 虎皮蒸的 虎皮香蒸 对 哦哦 这个味道更好 就那种碳烤的 也算是小合的 这是东北的 东北的 这往年没有过这个 尝尝我们家这个 往年这个都没有 为什么现在有的 这叫烘干的 烘干腰果 对 原汁原味的烘干腰果 谢谢 店铺都是老字号 老板特别会吆喝 也不怕客人试吃 把铺咬破了以后 你经常往里咬两口 咬到第四口的时候 咬下去人都出来了 它有个技巧的是吗 对对对 我们刚刚用嘴巴咬的 第四口 第四口咬下去咬到底 这整个都出来了 葱姆包 慢慢咬都行 对 咬瓜子不太专业 合出来了 这个叫什么 湿南国哪 新疆的南国哪 新品种 这里就都来了 这里跟很多小吃一起的 好多样啊 感觉集结了各地 这都是北京老头老 他在过春节的时候 买的这个 买的这个东西 就是零食 北京过普通吃的 那些也是 对 天的那些也是 就春节的时候会来这里吃的买 买这个 买那个 买那个 大把大把抓回家吃瓜 每逢过年前的年货期间 这里可是万头钻洞 隔壁店铺卖的是老式糕点 还飘散着浓郁的香味呢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糖火烧 包什么 糖火烧 糖火烧 也是甜的 对 里面包什么 红糖 红糖 芝麻酱 小糕就是红枣做的 这个是 草泥 草泥做的 没哪个意思 这些糕点能当茶食 这是玫瑰酥皮 里面包什么 跟金融蟀饼很像 等一下 这个是牛舌饼啊 对 因为 这两种东西 这么厚的牛舌饼 这么厚的 也有薄的 这个 这个叫厚的牛舌饼 这个很厚的 对 很厚 这个是薄一点 有薄的吗 有 有薄的好看 这个是薄一点 这居然是牛舌饼 这么厚的牛舌饼 这个也是牛舌饼 对 大概这个形状都是牛舌饼 稍微薄一点 上面还有字 稍微薄一点 还是蛮厚的 就感觉是糕饼类的 这个是买了薄丁 这个是什么 买薄丁 薄丁也是买薄丁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 对 买薄丁吃的 还有 这是什么 叫什么 蜜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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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跟上海好多 不太一样 这叫蜜垢 对 就甜的吧 对 它是什么做的啊 呃 这个是硬的 其实是很像的东西 这个是软的 颜色也差很多 一个用红糖 一个不用红糖 哦 一条小小的胡同 除了人之外呢 就是卖吃的店铺 来到北京有一项美食是必定不能错过的 没尝到 您就别说你来过北京了 北京烤鸭是一道享誉国际的料理 2008年更被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道美食的鸭子呢 入烤炉之前会有很多工序的 一需要涂上酱油 盐 料酒 稀释过的蜂蜜等等 接着放到阴凉处 风干六个小时 才能够放进烤炉的 按照烤的方式呢 可以分为焖炉跟挂炉两种 这趟要品尝用果木为燃料的挂炉烤鸭 转眼之间 香气四溢的烤鸭出炉了 即将准备片鸭 片鸭是考验厨师的刀工的 理想的情况得在2分30秒之内 片完上桌 这能够保持鸭皮的酥脆口感 挂炉烤鸭跟焖炉烤鸭的片法呢 有所不同 挂炉烤鸭讲究每一块肉上 都必须带点皮 既然来到了北京 就一定要来品尝北京烤鸭 我们今天请到周哥 来帮我们介绍最道地的烤鸭吃法 果木挂炉烤鸭 果木 对 必用陶木 这是最传统的制作方式 对 北京的传统中陶木烤的 到现在都还是为止 对对对 现在经过了这个烤鸭 像做上桌的话 这一期嘛 它在一个小时才能烤熟 对 这是刚烤熟现场片好的 你先尝尝这个最 鸭皮 鸭皮要先吃 对 你先尝尝特别的脆 吃北京的烤鸭是一定要先从皮开始吃 对 哇 那我需要蘸酱吗 可以 蘸点甜面酱 葱丝瓜条 用的荷叶饼卷起来 口感非常好的 特别香 好 但是我现在要先单纯品尝这个 可以 没问题 好好好 我蘸一点看 这个酱味道是尝一口 脆吧 脆 而且好多汁 就咬下去口感特别细腻 对 非常香 对 感觉它的鸭里面的油 还是什么精华全部都一起出来 在我嘴巴呢 对对 哇 我之前吃鸭肉的时候 不会单独吃鸭皮 你尝尝你可以用的荷叶饼卷了一口 好 卷了一口 用薄饼卷着口感更丰足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吃烤鸭真遗憾 来到北京最正经的事呢 就是吃一顿正宗的北京烤鸭 根据烤鸭 烤鸭的前身是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赤鸭 而当时可是宫廷美食呢 精选的北京田鸭 经过果木炭火烤制 色泽红润 肉质是肥而不腻 外脆里嫩 除了直接吃 也可以把烤鸭搭配着葱条 黄瓜条跟荷叶饼一起搭着吃 黄瓜条跟荷叶饼一起搭着吃 好 三个我都搭配进来 你可以加入带皮带肉的 这样在前面 好一起放在一起 那总之鸭除了用来做 这样子的吃法 是不是才有其他的功用 就是会总之鸭都利用到 对不对 你一个鸭架子可以做成 椒盐 自然 还可以熬汤 我现在把鸭肉鸭皮 还有三个配料 全部都夹在一起 对的 好 口感非常好 三个搭配在一起 然后配上鸭肉的味道 特别和谐 而且葱的味道也会浮出来 然后又把鸭的味道 压下去了 这算是最维到的吃法 就是已经要非常包围吃 你再尝尝这个吧 好吧 丸子 干渣丸子 肉是七分瘦的三分肥的 打出来的 好脆 没事你加丸子蘸那个小胶眼 好 你不要美急了 七分瘦三分肥 好 很脆哦外面 然后里面很软 非常脆的 对 而且一点都不腻 是说外焦里呢 干渣丸子也是北京一道经典美食 你可以再尝尝这个老北京的葱包羊肉 这是用的羊的后腿肉 你可以尝尝 这是爆炒出来的 哇 那香气一定很足 搭配一点葱 非常好吃 老北京的特别爱吃 它的味道都很入味 对 你再品尝这个北京传统的炸冠肠 它原来就是一种红薯粉 红薯粉 然后炸完就炸出来了 这就叫炸冠肠 用这个蘸这个小蒜 哇 你可以尝尝 这是传统的北京美食 从来没有这个搭配过 你可以感受一下 好 一般地儿你吃不着的老师丁的冠肠 我没有吃过这个 因为粉脸它没有 现在已经很少了对不对 老北京的饭馆还有 好 我们尝一下下一道 这个是老北京的千龙白菜 取白菜全是白菜心里面一样 用的是芝麻酱 它稍微带着有点甜口 带着芥末的口感 你尝得非常好吃 这道菜非常长销 麻酱拌大白菜 真正是爽口不腻人 怎么样 口感没错 感觉到芥末 有有有 现在有一点芥末的感觉了 有点甜吧 有 对 然后还有白菜本身清爽的口感 对对对 是因为乾隆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没错 哇 但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味道很多层次 对对 很丰富 然后到最后芥末的口感出来 就会 嗯 非常的熟 很惊喜 对 应该夏天也很适合吃这道菜 这个夏天更爽 对啊 更适合 简腻 像这个 包三样 然后本京的传统的做法 是 里面配料呢 就是有腰花 肥肠 肝 猪肝 三种配在一起 就是这三样 关键厨师的掌握着火候 嗯 我掌握不到了 刚才容易出血 腰 它终于出血 所以还是看 你看这一半 他都没有出那血 吃着还非常嫩 对 哇 太谢谢周哥 今天来帮我们介绍 然后让我们品尝到 道地的北京美食